英文展览的消息 今年72岁的王金当 从小就接触书法跟写的一首好字 一年多前更参加了长青学院 跟老师们来学习着国画跟油画创作 没想到却意外开启他的创作之路 累积了不少的绘画作品 而碰巧家中的孙子跟媳妇 也都对绘画创作有兴趣 因此在大甲群农会的写助下 祖孙三代就首次举办了创作书画展 是想当手机的组合 透过镜头一块来欣赏 大方介绍起墙上的画作 72岁的王金当 从小就接触书法 写的一首好字 而一年多前参加长青学院 跟老师学习国画与油画创作 没想到却意外开启他的创作之路 书法跟国画有一点相类似的那种比划 所以后来去学这个水墨画 右边这个是水墨 左边这个是油画 随着累积的作品越来越多 绘画技巧也是越来越纯熟 碰巧家中的媳妇跟孙子 也都对绘画创作有兴趣 因此在大甲群农会的协助之下 祖孙三代也首次对外举办创作书画展 除了跟大家来分享创作心得 也希望能够鼓励更多人 一同加入艺术创作的行列 学了三年 我有用碳笔 还有水彩 还有蜡笔 我觉得很开心 在社会上我们粉丝看来 有三代一起展览的 所以应该是比较稀罕 希望大家能够三代都来写这个东西 以后都用三代 甚至世代都会一直连展 大家可能都会画 那我们本身我们是业余的 我们不是专业的画画 对 我们都是业余的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都喜欢画画 所以我们就觉得办这样子的展览的意义 跟与众不同 祖孙三代男的一起来开画展 也近不少人驻足欣赏 农会表示 这一回一共展出了20多幅的画作 展期自己日期到3月29号 在大甲农会一楼都免费开放 也会为民众可以踊跃的前来参观 记者是沐浩台中采访的 你这次是沐浩台中采访的 这次是沐浩台中采访的